我昨天一晚上没见到我爹 你见到了吗 没有 没有 你确定 他没有在九号公馆 说什么 没干净没干净 那他一晚上去哪了 我跟你说件事吧 你说 那个吧 这个 不 是这个 是这个 赶紧说吧 师父他上路了 上路 他没死 我说 他出远门了 怕你哭 就没告诉你 月儿 放手 三五个月儿而已 放手你混蛋 你跟我爹喝起来瓶我我要去找他 行了 行了 你爹三脚猫的轻功能追得上吗 是吧 他凭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他凭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 他 他 他丢下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怎么办啊 还有我呢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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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胡呦胡呦胡呦人 顺顺气 胡呦胡呦人啊顺顺气 怎么跟以前不大一样 反正我答应师父了 好好地照顾你 好好照顾 嗯 嗯 我说错什么了吗 听这事有点别扭啊 我吃饭去 你 你 气死我了 每次都这样 铁大 你这么早跑到我房间来干嘛 我想你了 想过来看看你 陪陪你 喜欢你 今天是什么日子 嘴抹了蜜 跟谁学的 这不是好听话 是真心话 真心话 好听话 娘都爱听 那四眉良心的师父 半句话都不会说 二愣子 娘 师父走了 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他跟你说的 没 没啊 就是师父的 他只是 他怎么了 他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是 他就是 出门三五个月而已 三五个月而已 娘 你怎么了 柳云天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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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土地是大家的 只要大家不卖地 银行想让咱们搬也搬不走 现在啊 就怕有的人家 私下为了点好处 把土地给卖了 这样一来 咱们就算喊破了嗓子 最后还是要被逼走的 谁拿起来啊 这银行呢 一向是拿了洋人的钱 卖咱们中国人的鞋 咱们这些粗人 是有理说不清 有冤没处身呢 现在 我们来请叶牧师代替咱们 向银行进行交涉吧 对 叶牧师 你说说吧 好好好 大家静一静啊 先听我说 关于采矿这件事啊 我和你们村长 也商量过了 主要还是要看 大家的意见 如果大家坚决反对 洋行在西山采矿 那我愿意代表各位 去跟洋行的人 去谈一谈 但是 如果或者大家 一点不统一 或者有人愿意 拿着土地出让金 而搬迁的话 那我也没有理由 为此事而至于辞了 我们都愿意买地啊 叶牧师 你请管去出面 帮我们谈好了 不是吗 我们来的全部到山路上去 把他拦住 不让他进车呢 把他进去 爹 你怎么啦 也没什么事儿就别问了 爹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你倒是跟我说呀 叶老师上课了 我们走吧 爹 我想 叶老师 真的没有说 先去上课吧 别让孩子们等久了 叶老师走吧 去吧 叶老师 走啊 往前走就快到了 这儿的环境还不错 叫住他们 出来 拦住他们 他们今天给我拦住 别让他们拦住 站住你 干嘛吗 干嘛 你们干嘛呢 干嘛 你们说要干嘛 看着金毛猴 就知道你们是干嘛来的 这山路你们拦着干嘛 你这么做是强盗行为 极强盗 强盗 强盗 你还有没有枉法 枉法 我叫你 我叫你枉法 走 来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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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伤人了吗 那倒没有 但是他很生气 下了山以后 直接去了临使馆 简直胡闹 这样一来 不但地拿不到 采矿全都选了 大少爷 外头有人找您 谁呀 一位是西山村的村长 另外一位好像是个牧师 快请他们进来 是 顾先生 叶牧师 没想到您会来 打扰您生意 实在唐突 您太客气了 我也经常去打扰您呢 先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西山村的河村长 久仰 久仰 幸会 幸会 快请坐吧 好 牧师 就是他 站在后面那个 他到咱村子跑了好几回 每回 一会儿慢慢就谈 好了好了 就是他拿的钱给他 李强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上茶啊 是 大少爷 顾先生 今天我带着河村长来呢 不是来做客喝茶的 喝茶也一样能谈事情啊 再说 你们大老远的来 如果我连茶都不上的话 我岂不是太失礼了 快请坐吧 那好吧 何村长 请坐 我说舅舅 我让万无处姓童老小子的儿子 欺负成这样 你要是不帮我 那以后在这儿 我还怎么混 我就说你别混了 你说你啊 给你找个差事吧 你不干 非要当什么八王爷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舅舅我都隔了心 你看看你 你就混吃等死吧 舅舅啊 我说你老围着我转转的 你把我头都转晕了你 我原来以为啊 只要把您抬出来 姓童的老小子就没戏场了 搞半天您是管得了内 管不了外 那我就 你少跟我玩这套 鸡我是不是 你小兔崽子你 你这两下子对舅舅啊 你还是省着点吧 你舅舅我混到今天 你舅舅我混到今天 不成仙都成精了 让你耍着玩吗 欺负人容易 要想应付人哪 那是学问 舅舅 你只要替我出一口气 以后我都听您了 你呀 出气那是小事 要出了事 谁担着 你担呢 我就纳闷了 就凭您现在的身份地位 您到底怕他哪一点啊 我不怕他我怕你行了吧 在官场上 少数人你可以欺负 有两下子的 你就得对付 我有笔大买卖放在他手上 我能不敷衍他吗 再说了 我不能因为你那点鸡毛蒜皮狗尿 碎的小事 就误了我的大事吧 好 既然舅舅不管我 那我一生就自己想办法 回见了你 舅舅 你没法救了你 这么大 还在外面闹事 这件事啊 可以寄在一块 慢慢跟着算 其实 这门头沟的煤矿 是有很多家洋商 在竞争开采的 我们只是和其中的一家合作 而且 现在这事还没办成呢 因为采矿权 还没有核准下来 那采矿权对于你们来说 只要花点钱 打通关节 喝下来不是迟早的事啊 那也不一定 其实洋商在中国做生意 也不是花了钱 就能把每件事都能办成的 而且我刚才说了 很多家洋商在竞争 如果我们不做 他们也会和别人合作的 这煤矿 是一定会开的 所以西山村 早晚会迁走的 难道当地百姓 连决定自己土地的权利 都没有吗 牧师 这其实是政府和洋人之间的交易 政府把土地让给了洋人 百姓反对 您觉得有用吗 照你这么说 西山村是非奸不可了 我只是把实情告诉二位 我们银行还有别的生意 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 我们之所以答应他们 还有别的意思 其实是为了 为了什么 为了帮洋商欺负我们中国人是吗 你们这些洋买败 一向是洋人吃肉你们喝汤 你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肉吗 既然事情没有回准的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牧师 请您相信 我不是一个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人 我之所以要答应和洋商合作 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 来帮村民多争取一些补偿金 如果他们跟别的洋商合作 我们就半点力气也使不上了 你要是真心想帮忙 就应该设法阻止这件事情 西山村的居民在此已经百来年了 几代人的祖坟都在这上面 现在要让他们把整个村子都搬走 实在是太难为他们了 我明白 可是 即使村子不迁 等了矿场一开 早晚有一天 他们也会被黑梅灰一户一户地逼走的 到时候要想争取补偿金 就是不可能的事了 也许你说的是实情 可村民反对的厉害也是实情 我听说 他们很信任您呢 你是想让我帮你当说哥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希望您 把这其中的厉害 分析给他们听 让他们明白 比我说好 那我是不是应该 把其中的厉害 分析给雨童听呢 唉 哎 唉呦 呃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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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私闯总长府邸 你是怎么进来的 别喊别喊 是说我怎么进来的 我怎么进来的 你不想想 这么大的地方 我都进来了 那我什么身份 这么亲吻 站住 你八成是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吧 来人哪 干什么叫什么呀 大爷 您这个身子 不能老生气 会气坏的 我们家老爷早就吩咐过 不许你再到府里找四少爷 我就不明白 你们家人怎么老拿我当时怎样 上外面打听打听 我舔 教你们四少爷这朋友 那你瞧得起 你他 都是我照着他来问 交朋友也要论身份 你也不考虑考虑你自己什么身份 要不是你四少爷也不会平白惹出这么多的祸 你还要是你 你还要约定 童管家 二夫人 二娘 二娘 二娘是你叫的吗 我正好有事要找他 你去忙你的吧 是 二夫人 我找四少爷 我知道 玉冠在书房里读书 等他下课以后你再找他 好吗 那我坐会儿 到屋里等着吧 老爷不在家 喜儿 你先下去吧 是 夫人 你别拘束 喝茶 烫着了没有 铁大儿 你跟我们玉冠是怎么认识的 你们真的是在舞厅认识的吗 这个说来话长了 有一个胖子 这胖子在九号公馆捣乱 他出门了 我就跟着呀 我就跟着酒吧去 一进酒吧 他挣七个玉冠 当时我还不认识玉冠 我在市面上 您不知道哪爷有一号 号称小霸卧 专门除暴安良替天行道 这事我能不管吗 我出来 打了五 当时那胖子 就给打云灯了 紧接着 我先是一个左王吧去 然后我反扰 逗吧 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没什么 你喝点水吧 二娘 你这人 好 为什么你对玉冠那么好 他爹敢把老拿的当出几筒 不是亲生的 这个也许是 爱之深 则之切吧 老爷您回来了 这个小毛蓬草子 这奶糊不开别来活啊 爹大你别害怕 这儿有我呢 不会有事 老爷 我收到了柳师傅的消息 他现在已经到了平良 再赶三日了就可到西宁 看来这一路上还算顺利 我想啊 不久就会有消息了 再说 对 你在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 这是 给您起的 家里来客人了 没 没有 没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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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看什么 你还不看什么 有的 你 你也没有在复仇里 你呀 我 哎哎哎哎你别喝了你别喝了别喝别喝了行行行 这是普京我乐你拿他当白根碍你屁事 行行行我不扔你我不扔你我不扔你行了吗 那个你不是说有事找我说吗 我师父 让你听派了个差处出远门 知道这事吗 有师父出远门了 他去哪我得知道 他也不说 我怎么觉得你应该知道 我爹这种事怎么可能告诉我呢 怪不得那天哪天哪天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 鱼儿呢 我说你先别管这个鱼儿怎么了 他交给我照顾 那怎么行啊 哎呦喂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我我我我不是说你不行 我是说我我是说让鱼儿一个人在无管里 这个不行吗 那也没办法 你 我一天我十烫 二十烫 我八十九烫 跑去看看 我补钱累 又不让你操心 行行行行 你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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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你 干什么 这不是那王八爷吗 小柯贵干 今儿我连你也成全了 给我打 大大 这怎么回事啊 给我打 打打打 给我打 大大 不 安全 银精 银精 前队 银精 监 对 瞧瞧你们俩这点出息吧 怎么能让人给打成这个样子呢 还不是以为你 我 上回在茶馆碰上那个八爷 你还记不记得啊 你们俩是被他打的呀 运气不好又碰上了 太可恶了 算他运气好 下个运气在那儿让他 让他血战血长 好好好 来 把胳膊抬起来 轻点 好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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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行吗 轻点啊 你等会儿 天哪 这下手也太狠了 他做什么呀 这样行吗 我这儿还没完呢 他比你伤得重 你等会儿 行吗 这样行吗 我是北江中 怎么打成这样啊 来 我看看 我这儿比他重嘛 你看看是不是比他重 有有有有 等会儿又有序啊 师兄就应该让师弟 师弟就该尊重师兄啊 什么叫尊老挨幼 你知道吗 过来 给我揉 停 自行解决 两个盒上没什么是吧 我帮你抹啊 我帮你抹啊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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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丽珊 来 丽珊 你怎么进来的 采儿去找过我 她带过来的 铁袋多年跟我说了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是我害了 是我自作自受 你别这么说 你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了 让我带你走 答应我好 谁呀 姨娘是我 莱春 进来 什么事啊 姨娘 三爷来了 三爷来了 人呢 我已经请她去偏厅坐了 对了 刚才三爷问起白雪姑娘怎么样了 你怎么说的 我跟她说白雪姑娘病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我一会儿下去 姨娘 你们这些死丫头 也不陪三爷喝酒 自己在这边饮酒坐了 还不出去 还不出去 我是三爷 九姨娘 张 你在逗我玩呢 我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 我也不敢逗您玩啊 三爷 白雪这次是真的病了 已经好多天没法见客 今天 您还真是得多包换呢 九姨娘啊九姨娘 果然是名不虚传 没错 我也听说白雪她病了 什么病 严重吗 有没有请医生啊 当然当然 该看的都看了 能找的都找了 这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说 需要疗养 说她是不能够饮酒劳累 你说我知道了我还能做什么 不就得照做吗 很好 那就烦请九姨娘替我问候一声 三爷 您对白雪的好 她是看在眼里 舔在心里 这些问候的话还用得着说吗 一定得说 呦 三爷 这么早就走了 呦 三爷 这么早就走了 也不早了 多喝了两杯 我问你 白雪她到底怎么了 福啊 莹娘不是跟您说了吗 她病了 真的病了 真的病了 确实病了 确实病了 什么病 来春儿啊来春儿 这 谢谢算爷 还有这种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柴 是你吗 小柴 是你吗 小柴 是你吗 出去出去出去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不能进来 小柴 小柴 是我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你 出去 快点 放开我 别 别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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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杜先生 叶姑娘来了 我一直在等你们呢 来来来 别站着 快坐 请坐 余湘 倒茶 听雨童说你想办报 我觉得很好 你还没有听过我的计划 怎么会觉得好呢 我觉得你不是个随便说说的人 如果你想做的事一定有想法 我先不要知道你的计划 我首先支持你的想法 因为对这件事情我也有兴趣 你有兴趣的话最好了 只是你该不会是因为雨童吧 李寒 如果真的像你想的那样 今天你就不会来了是不是 我跟你认识也不是因为雨童吧 你还记得吗 我支持你的骨气 不赞成你的傲气 骨气能成事 傲气往往容易坏事 你就没有傲气吗 其实你身上也有 只不过 你的傲气是来自于你的才是 而我的傲气是来自于我的自尊 我是你们两个 到底是在气呀 还是在谈办报啊 现在气谈完了 该谈办报了 你不是说丽寒一直在争取留学的机会吗 怎么这次她放弃要办报了呢 她是为情所困 为情所困 不过是因为 你想什么呢 不理你 你别忘了 我也是为情所困 好吧 那放你一马 你不应该放我 你应该牢牢地抓住我 还好多人呢 你怎么了 刚还好好的呢 什么时候你嫁给我了 我就一辈子好好的了 对了 你有没有跟你爹提过你的事啊 还没有呢 我总觉得不是我们这边的事 你爹他真的愿意让你娶我这样的 听着 我爹跟我说了 他觉得你很好 所以我这一切都准备好了 只等你给我一个答案了 我说三爷 这矿区的事到底进行得怎么样啊 一搏三折 让人哭笑不得呀 怎么讲 本来杨商那儿 从领事馆下手 向外务处施压 没想到节外升职 这件事情啊 遭到附近村民的反对 于是就搁下了 这些乡巴老师要造反呢 没事 人杰在处理呢 需不需要动动我的关系 不用 这事闹大了激起民怨 对咱们没有好处 都什么年头了 官还得看民的脸色办事 真是反了 德公啊德公 不必动气 做生意嘛 就得讲究点魔性 我的脾气啊 这些年是一点一点的 给磨平了 到最后能沉得住气的 才算是最大的赢家 你的这番话 我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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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盼着了 盼着了 我盼什么呀我盼 你没看见客厅还有客人吗 三爷 什么事啊 三小姐回来了 你说什么 三 三小姐回来了 锦云回来了 对啊 我的闺女回来了 对啊 我的闺女回来了 对啊 我的闺女回来了 不行 我得去看看我闺女去 好好好 哎呀 三小姐回来了 哎哟 真是三小姐回来了 二姨娘 五姨娘 哎哟 锦云呀 你变漂亮了呀 哎哟 你看看这衣服啊 这上海做的衣服啊就是石码 哦 我也给你们带礼物了 回头啊 送到你们房间去 哎哟 这怎么好意思呢 就是啊 没事没事 应该的 哎 怎么没有看到三姨娘啊 嗯 锦云哪 锦云 锦云啊 哎哟 锦云 爹 哎哟 我的闺女啊 我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可回来了 快让爹瞧瞧 哎哟 我 哦 我还打算 舒适好了之后再去见您呢 哎哟 我这性感宝贝啊 爹等不及了 你这一路上可好吗 好 那高兴吗 高兴 这一路啊 都有人陪我们呢 那就好 那就好 哎哟 锦云啊 爹 可把话说到前头 就这一回 爹以后 再也不会让你出去了 哎哟 老爷 那我们呢 对呀 我们呢 老爷 你们什么呀 你们叽叽喳喳的 我说你们能不能让我跟我闺女 说两句话行不行啊 啊 都快出去 什么呀这是 爹 哎哟 你要放弃公匪流洋 为什么 一方面 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资格 接受您的帮助 再者说了 如果有心报国的话 不一定非得流洋啊 那你 继续在洋学堂里尖叫 我立有打算 做什么 我想办报 办报 嗯 为什么要办报 为一份理想 你不会是参加了 佟总长 我办报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鼓吹革命 而是想借这份报纸去反应民情 让更多的人去体察老百姓的疾苦 了解社会的需要 不要再去做一些祸国殃民的事情 我这么说 佟伯伯不会怪我如此之言吧 年轻人做事 容易翻 沉溢过高五不误实际的魔病 你的理想并没有错 只是 又有多大作用啊 听得出来 佟总长也没什么信心啊 也难怪这世上 是人心惶惶一片乱象 你看看 如果用你这种方刚之气去办报 恐怕 非但不会让你实现理想 反而会给你招来麻烦 你最好是三思而行 我已下定决心 办报不是一件小事啊 你一个人 我有很多朋友帮忙 为什么不能等刘洋回来再做呢 佟总长 我只是不想做一个 独善其身的独书人罢了 半报就可以奸善天下了吗 我不是常说人各有志吗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我告诉我 谢谢您的关心 好 丽涵 要走啊 不是说好留下来吃饭的吗 改天吧 爹 他这是 太可惜了 放着好好的正途不走 偏要走险路 爹您说丽涵 你没看走眼 丽涵啊 你没看走眼 他确实是个读书的好材料 我想他不肯出国留洋 是有别的原因的 什么原因 我 我也是瞎猜的 在我面前说话不要偷偷偷偷的 我 我是听说他最近跟九号公馆的阴白雪 走得挺近的 他们俩 他们俩怎么了 他们俩好像认真了 这事铁带也知道 我 我讲的不肯出国留洋 这也是原因之一 你不肯出国有点难的 你不肯出国 你不肯出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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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如生無息 悄然落在心底 一切都是那麼的輕易 相愛 卻是一個難題 思念難以平息 命運顛沛流離 苦 色伴著甜蜜 亂世不能亂我胸 一切邁向 戀人生死不期 亂世不能亂我愛 你懷暖想知己 你如如生命令 歌不斷的一世情 留下一生的記憶 亂世不能亂我胸 一切邁向 戀人生死不期 亂世不能亂我愛 你懷暖想知己 亦融入生命令 歌不斷的一世情 枢為堅選著金呀 也唐人豪四公之一 成功只能亂我給亂有